本來要坐車的蘋果 他現在也說 那不然我們就先不要坐好了 我們先退出車試 我們不幹了 原因是因為我們發現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不符合他們的一些 第一的追求嘛 美國要在法律上也擋不住 因為比亞迪啊 現在就多到墨西哥投資了 是啊 他墨西哥如果設場之後 但是問題是 那他之後他目前 美國好像他還沒有讓比亞迪進 沒有啊 我如果所有零件都在墨西哥呢 你就沒有所謂的 中國製造的問題了 沒有中國零件啊 全部都是墨西哥製造 是啊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美國很難處理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創造了墨西哥的就業 創造了墨西哥的收入 墨西哥很歡迎他的 對對對 我跟你講墨西哥目前的車啊 有五分之一是從中國進口 那中國車知道要進去 美國車會被擋嘛 所以他們都到墨西哥投資 那到時候他也知道有一些議員會說 不能有中國零組件 對 那我就全部都在墨西哥做 我也不去你美國製造 我也不去你那邊Assemble 我就全部都在墨西哥 都在墨西哥 那就是 每一個零組件都是在墨西哥做的啦 包括組裝 然後就是一個墨西哥車 要進口美國 頂多我貼墨西哥牌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這當然有可能啊 可能合資啦 合資 我跟你講 這個模式他已經開始了 俄羅斯喔 是 我跟你講喔 俄羅斯前八個汽車品牌 中國佔六個 那表面上看都是俄文 都是五十五十啊 他就這樣幹啊 給給俄羅斯的人面子啊 可是知道那個車 跟在中國看到的車一模一樣啊 就是這個意思嘛 我覺得中國大陸已經開始發展出因應的招數了啦 就說你不要Made in China嘛 那我就繞個彎 變成Made by China 那可是Made in Mexico Made by China 是啊 現在就是這樣 是耶 Made by China 現在就是這樣 可是 舊法論法你是用貿易戰嘛 貿易戰是講求 那個製造地的嘛 生產地 生產地都在墨西哥啊 你能進嗎 那這算不算是 因為某一些層面來說 他也看到華為他之前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找一個方式來對 我跟你講 我可以這樣解釋嗎 當然是嘛 因為 華為比較不一樣 他是用科技的性質來進你 對 因為你可能是5G嘛 還有人工智能嘛 嗯 電動車沒有被禁啊 那這個沒有什麼科技敏感的問題 是 所以這個完全是貿易的問題 嗯 那你不要讓我 中國車直接到你美國賣嘛 那結果現在有一輛車 所有零組件都在墨西哥 組裝也在墨西哥 嗯 然後就法律而言 我跟墨西哥成立一個合資廠 嗯 你不能說這叫中資啊 嗯 他是墨西哥 當地法律註冊的公司啊 所以你怎麼進我 那同樣的道理 他現在歐洲要進 中方補貼的車子 我事實上就是這樣 他也去匈牙利蓋廠 他也要到意大利蓋廠 那所以之後他也沒辦法擋他 沒有辦法擋啊 因為現在事實上在德國賣的中低價位的車 很多就是中德合資的車啊 嗯 這讓你去看那個 我們說去年中國出口的車啊 是 超過五百萬輛對不對 對 你不要以為都是中國做的 也有德國做的 可是他是Man in China 嗯 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這樣 就好像 以前我們不是說 手機出口 iPhone 嗯 iPhone是Man in China嘛 對 事實上是富士康做的嘛 是 富士康是台灣人啊 對 可是他的註冊叫中資嘛 那美國當然就看到了嘛 可是美國不會去進蘋果嘛 是 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嗯 所以這個是舊法論法 我如果富士康跑去印度 我就變成印資啊 對啊 一樣嘛 嗯 所以這是一樣的邏輯嘛 嗯 所以我跟你講 美國 看到感到很憂慮要去阻止啦 那因為汽車產業鏈非常巨大嘛 所以 中國這些公司當然 他也想要經營美國市場啊 欸美國車 確實他們市場很大 當然啊 美國是 事實上現在最大的 汽車市場應該是中國市場 已經變中國市場了 因為他一年坐車坐三千萬輛 而且他們的車真的是跟台灣比起來 台灣人很難想像那個價值 而且他人口太多了 對 那 美國大部分都有車了嘛 嗯 所以他可能會形成很大的中股市場 不整個就是新車啦 是 那 所以 你如果不讓我中國直銷美國 那我就繞個彎嘛 我認為美國這場仗擋不住啦 嗯哼 為什麼呢 因為尤其是電動車啦 因為電動車 中國大陸幾乎掌握了整個供應鏈 每一個供應鏈他都控制 當然我不是說他獨佔啦 嗯 可是 如果我們把它化約到電動車的電池 嗯 因為電池佔整個電動車的成本 40% 那電池的部分 中國幾乎都是主導的 每一個環節都是主導的 所以你美國怎麼當 那所以這樣回過頭來看 先前的這些譬如說 關稅的爭議啦 貿易戰的爭議啊 包括現在王文濤他在WTO的這個會議上面 他也跟戴琪見面了嘛 這裡面的一些講法 還是在關注301等等的事件 之後的貿易戰有可能是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我這個叫做你有對策 你有政策我有對策嘛 嗯 就本來設定的是Main in China 我要制裁你 所以 3500億美元 出口到美國的商品 我平均稅是19.3% 這個就是川普創造的 對 那拜登上來之後不敢挑戰嘛 對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就說 你要這樣玩我是不是 我就給你繞開嘛 我就到墨西哥到越南到泰國投資嘛 之後每個產業都會這樣嗎 就是會這樣 這個是一個新的模式 這也 美國可能會再想出另一個對策 那再看嘛 可是至少現在WTO的體系啊 嗯 他就是不是中國貨 是啦 因為WTO 以他的定義來說 WTO只看生產地啦 對 他沒有在算資方是誰啦 你知道嗎 你如果要扯到資方是誰 那整個貿易體系就複雜了 複雜了 他不可能這樣玩啦 嗯 所以他現在就很苦惱嘛 比如說 抖音 抖音就是一個case 我們講TikTok TikTok現在 他就是認為你在科技上有敏感性 是 那結果呢 中國大陸 那個字節跳動 就把TikTok 整個在你美國落地嘛 對 伺服器也設在你美國嘛 是 他用了10億美元 把伺服器轉載美國當地喔 所以你說 資料還有回流到中國 那你要證明給我看啊 他提不出證據啊 就美國的標準是說 哎呀他那個數據都回流到中國 你care這一點嘛 那我就把伺服器整個牽到美國 TikTok的部分 那你說我現在有 從美國再回到中國 你給我證據啊 我已經在你那邊了 對 找不到證據 找不到證據 所以現在美國對抖音沒有辦法進啊 因為你的理由不成立啊 對 你原來那個理由 那一樣啊 你 川普跟拜登打貿易戰的那個根據 是生產地嘛 是 那我現在就繞一招啊 跟你繞到墨西哥 繞到 越南繞到泰國啊 看你怎麼辦 你說我中國搶你的工作 啊沒關係我就繞到其他地方 不然你去跟其他地方講嘛 你說 墨西哥人搶你的工作啊 不好意思啊 那些都是 美國所講的有岸外包啊 那些都是你要經營的朋友啊 好朋友啊 小老弟啊 是啊 所以 小老弟賺一點怎麼了嗎 拜登怎麼可能去制裁越南 那他表面上都是越南公司啊 那越南政府就會叫啊 這個事實上跟中國不是一樣嗎 中國出口的十大公司有六家是台商耶 可是沒有人會這樣看 對美國來講你就是中資嘛 因為你在中國註冊嘛 你知道我意思 他不會去管你是不是台灣啊 你知道吧 可是你說這個會不會連動到經濟的本質 當然會 對 所以我們就跟 中國大陸產生了一個三角貿易鏈嘛 就是中國那些公司就會回來台灣買零組件嘛 那這個環節斷不了啊 那不是一樣嗎 所以經濟的複雜性跟經濟 特別的地方就在這裡 至少你根據WTO那套法律架構 你要來制裁墨西哥是制裁不到的啦 當然啊 就是這樣嘛 然後這個就變成另一波 欸如果從之後 貿易戰從川普時代到現在 已經過了這麼多的年頭了 然後呢 之後如果川普再回來 我不知道他會變成怎麼樣的一個態勢 因為我覺得川普的腦子也是 非常生硬 可是問題是 那個法架構你動不了嘛 對啦 所以川普在那邊叫叫叫說 我還要提高關稅到60% 欸對不起你都是針對Man in China 對啊 不然你對Man in Mexico 你去查一下他的老闆吧 你沒有辦法這樣做啦 就那個弄的話那個牆壁會牆壁到 每一個產業都會 受傷 受傷最重的會是墨西哥 對 不是中國 對 因為中國好樂的公司被你制裁吧 他可以在外移啊 受傷最重的一定是墨西哥啦 那些人的工作就不見了 對 還有不只啊還有產值啊 會產生的消費能量啊等等等啊 那那些剛好就是你美國要有按外包的國家 不就是你的朋友嗎 你要幫助他 我比你更會幫助他 是啊 真的就是這樣 看是你給他的錢多 還是我給他的錢多 欸目前就是這樣 來比賽 就是說你美國要搞有按外包 那我支持你啊 我都把我的企業轉到那邊 跟著大哥轉 所以為什麼中國內部的失業會變嚴重 他的消費力道會減弱 這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說中國去年的經濟就碰到一些瓶頸 對 因為他的企業真的有外移啊 那接下來我就想要問一下 亮哥怎麼樣來看 因為下個星期喔 兩會即將要進行 大家都在講 今年的兩會出現了兩個新的詞啦 就高質量發展還有新製生產力 然後呢 大家說其實不管是這兩個詞 怎麼樣去解釋他 大家想知道的是 到底經濟能不能變好 維穩 那社會要經濟好 大家會比較安定 你怎麼樣來看 在兩會一個會有什麼焦點的聚焦 沒有啦 我認為這個 只能夠中國大陸調整他的生產體系之後 只能寄望他自己的產業革命 就好比說 以前哪有這麼大的汽車工業 以前哪有那麼大的航天的C919工業 對 這個都會產生很大的就業 這個是沒有別的辦法 就是說你自己要站起來 人工智能 各種這個半導體晶片 這個都會製造就業的 可是因為 你有一些比較低端的 要因應美國的貿易戰 那你都牽走了 你要不要牽到墨西哥 越南 印尼 泰國 其實出去的錢也不少 我認為出去的錢一兩千億跑不掉 可是你是沒有辦法 因為 美國要打這樣的戰爭 就貿易戰 所以你只要閃 那用一個更大的局 那結果當然就造成了 中國對外的FDI大增 然後 中國的 作為貿易最大的夥伴 變成141個 很多國家變成跟他 變成貿易的金額大增 因為零組件要過去啊 所以我是覺得啦 就是 美國這個會 就你繼續衍生衍生衍生 那難道你要追本溯源嗎 說中國的原料也不能進口 不可能做到這個程度吧 比如說墨西哥 墨西哥他有一些零組件 可能中國就落地生產 可是他還是要買一些中國的東西啊 比如說電纜線 你總要還是從中國賣的啊 那螺絲啊 你總不能連螺絲都進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這個當然就會增加 他跟墨西哥的貿易額嘛 這是必然的嘛 那表示你川普搞了半天 你反而是使得 中國更分散他整個生產佈局嘛 那你認為這樣中國是變強了還是變弱了 但是現在內部的問題呢 因為內部的這個內循環他們感覺 內循環只能夠靠新的產業來克服 新的產業 比如說汽車啊 還有你的服務業啊 因為中國大陸的服務業 相對品質算比較差啊 你自己要革新啊 還有人工智能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行業啊 這個我不知道啊 我的意思說這個只能夠寄望於 你的經濟體系產生 新的創新的力量嘛 就新的契機 然後讓他有新的一個出頭的機會 當然是啊 不然你那些失業的人怎麼辦 對 所以你看他 最近不是一大堆快遞嗎 你到中國的快遞 在這個 疫情期間 大到什麼程度啊 有人說可能有兩三千萬人 在做這個行業 對啊 那不就是這樣來的 不然他失業有多嚴重 因為你想一想嘛 本來做衣服的 外移的 零組件外移的 而且很多其它是 比較屬於人工人力上面的 是啊 他不是那麼高端的 就是勞力密集嘛 所以勞力密集 你沒有辦法一下轉移到別的行業嘛 那最容易吸收的就是服務業嘛 因為服務業的門檻比較低嘛 那如果稍微有一點技術就比較難嘛 所以我說這個 就會變成 你只能夠說 你說經濟會不會好轉 我說會啦 可是速度會滿慢的 我只能這樣講嘛 就說 他不會崩潰啦 你講到崩潰那就太 太胡說了啦 那這就慢慢的慢慢的 他在克服 美國給他的壓力啦 然後他就會調整 那調整的過程有人會下崗嘛 那下崗之後就會要重新找就業嘛 對 就是這樣 就是可能會 真的不只是全球的盤局 他們內部的 就是內循環的盤局 也會盤出一個新的局勢啦 我認為至少要五年啦 五年 那真的就是 內經濟的那個盤的過程 你去想想他的房地產嘛 房地產也是一個大量雇用的行業 那你現在也是很慘啊 而且房地產有大量的中高階的幹部 他們都是很有消費能力的 那當他們也失業 那當然就會連動到 很多高消費的產業嘛 就是這樣 好所以這一波呢 到底在這次的兩會當中 當然是大家知道了 已經2024 目前應該就是保五嘛 可是問題是大家希望能夠知道 就是到底在這一個年 這一次的兩會 能不能明確的告訴大家 現在政府的方向會是什麼 那有沒有出台一些什麼樣新的政策 大家希望能夠看到就是 走下去的希望啦 因為現在有些人可能他覺得 他寄望於經濟 但是經濟呢 這好像有一點無力感 那如果讓那個無力感消失 讓大家呢重新有活力這樣子 我跟你講啦 無力感是全球性的 對啦全球性 你也不要以為歐洲好到哪裡 歐洲更慘 歐洲更慘 能夠有五是很厲害的啦 能夠有五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呢 大家對他的期望可能會更深 到底要怎麼樣來看 下個星期呢 是這個大陸的兩會 那當然我們下個星期的全球大量化 同樣呢 會是在中午的禮拜四 中午12點半 線上跟大家見面 下個星期我們再請亮哥好 幫我們解析一下 今天非常謝謝亮哥 也感謝大家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